迎賓鼓聲擊退918地震以來的陰霾 災後50天慈濟舉辦如宿護身祈福會 三天就完成了八戶 每一場完成之後都由師兄師姐 還跟我們的李明和時說感恩 第一階段受選房屋 慈濟協助修繕已經完成150戶 里長們代表表達感恩 祈福會前老天一直下著大雨 志工們趕搭帳篷 要讓鄉親安心參加活動 現場還有各式創意蔬食攤位 民眾扶老西又前來 寫下感恩卸除心中的重擔 出來議題第一次這麼大的 太恐怖了 因為我家的門也壞了 實際有幫我們做了 歌聲舞蹈慶祝家園重建 揮別受災的恐懼 當然新聞唐人軍 鄧明儀 花蓮報導 謝謝